今天手抓羊肉 昨天晚上睡得香不香 还是有点冷 还是冷 我是昨天晚上跑厕所 吃了这个药 第一天还挡用 第二回又不挡用了 这被子都透露到外边来了 这个在甘肃省露营 不怎么潮 9点钟起床了 这里一个河 这么厚实 这里应该是个公共厕所 看评论听网友说 这里有狼了 再往前走都有狼了 不行咱们睡车里吧 以后这帐篷你说不能搭了 要是这真被狼 晚上给哈尸挡一口了 也不好整 得注意点了 要不飞机房 要不睡车里了 帐篷可不敢搭了 可不是开玩笑的 找了个公厕 洗漱了一下 这个水啊 冰凉 还有这个公共厕所 有的没水 这跑了第二个 还是第一个水龙筒有水 那其他的水龙筒都没水 离开这个永长县了 准备呢 走向这个312国道 到张野 还有160多公里 这是凉 远货高速 看这个土墙 不知道这土墙的 多少年的历史了 12点钟 干饭时间到了 今天呢 我们就不去张野市里边了 下午直接去准全 找个好的地方露营 再找个地方买点菜 中午呢 就在这个 零夏清真餐厅 隔这吃 看有啥好吃的 像这种饭店 还没进去过 我们俩看着 这有大车多 这肯定味道差不了 相信我们的选择 走 开干 我回到这 啥叉我也吃不了 来 我先给能个尾菜喝喝 这里烧的煤炭 特别的暖和 今天手抓羊肉 手抓羊肉还是吃的不错 你尝尝 他这羊肉 56一斤不贵 得用手抓在这上的 来个羊脉 来把那辣味儿入坏 咋样啊 好热非常棒 味道不高 哈哈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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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面片10块钱一份啊 先尝手尝 怎么样 嗯 味道不错 不是这么重味道啊 比我们那里这个少五香味 对 这个味道 包括这个羊肉啊都挺淡的 吃 嗯 吃 吃 吃吧 嗯 味道好吃 嗯 配着萝卜也好吃 嗯 好 吃 嗯 啊 啊 今天没吃面条 吃面片 还习惯吗 还可以吧 啊 啊 吃的真不错啊 这个老板特别客气 又给这个装水又是啥的啊 下回再来 整天啦 咱这小云子 特别漂亮 特别漂亮 现在我们刚进入张野市啊 到这个好润购物中心这里买点物资 嗯 面条补一点啊 要不要改善一下 中午刚改善了嘛 羊肉吃的多得吃的 是不是啊 行啊 看一下吧 这里还是跟我们老家差不多的有这个垫子 啊 这里写了干粥 这是牌照 看那边还有炸糖糕的 啊 整上一斤这个吧 三块五毛吧 玉米面 五块九毛 这个细的啊 只能吃好几天 装两个大萝卜 搞一把葱 打葱 这个是什么果子啊 闻的挺香的 哎呀 买了五十块钱的物资哈 啊 到九泉还有238 开始导航 前方400米靠左行驶 还有100公里就到那个九泉 九泉了啊 今天晚上就在这里睡了 这个国道这个有个几十米还好一点 晚上在车里睡 就是防止这万一真有狼了不得了 是不是啊 挺冷的 风特别大今天风 行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见